首先介紹藍芳角落 Introduction First Left Blue Corner 身高163公分 體重63.5公斤 年齡42歲 戰績一勝零敗 來自菲律賓 Tranning at Caliton Fighting Systems 代表Philippine Rockmoney Jr. 接下來介紹紅蝣角落身高174公分 體重63.5公斤 零零23歲 戰績一勝一半 來自日本代表TikTok Studio 代表日本 Tran The Blast 暴風小智 Katsuraki Aoyagi Chinleokami 採訪裁判 Justin 李天佑 好的 這一場比賽的裁判是 Justin 李天佑 跟兩位選手簡單示意一下 看到這場雙方身材是有非常大差異 先有客名就是手長腳長 非常高 而他對手來自菲律賓的Mana 是一個比較矮的身材 但是可以看到他身材非常結實 對 整個虛幹的這個非常寬 可以看到在職業比賽雙方都會先試探對手 對 打得非常小心 Mana 這個選手呢 他雖然有點年紀 不過他的戰鬥的資歷是非常的豐富的 那這個 他來自於Catarain Fighting System 這個Catarain這個名字 如果各位有在注意 國外聯盟就知道說 這個菲律賓這個System 他們這個系統是非常有名的 說到換拳 那這次和清流聊到 他有特別 因為他之前是以傾氣為主的選手 他這次有特別請拳擊教練來協助他 哇 直接把對方倒到地板上面去了 對 哇 現在看著Mana只能往前衝刺的去抱清流而已啊 哇 現在看著Mana只能往前衝刺的去抱清流而已啊 下潛方式非常危險啊 是 啊 不能發揮Mana這個摔跡的優勢啊 哇 我現在反而Mana就抱著一個 一隻清流 一隻腳 哇 我現在反而Mana就抱著一個一隻清流一隻腳 哇 成功多倒喔 哇 成功多倒喔 所以看到清流的速度就是這麼快速啊 Mana想要你摔跡 控制住它是一定不容易的 是 雙方又回到一個比較慢的節奏上 對 想要會復下剛才這個衝刺的體力 是 我們從剛剛看到現在 其實清流克明他的在打擊技有滿多的進步啊 跟之前比較起來 看起來Mana似乎還比較忌慘 雞蛋他的這個攻勢喔 看到Mana這個旋起的攻勢 並不是很快速 其實有足夠時間進攻之後 立刻退後 一直不斷拉著距離 Mana如果想要獲勝 就必須要到慶勝的位置 對 那我們看到Mana她手的架勢拿得很高啊 沒錯 對 他非常雞蛋清流克敏的拳頭 哇兩下抱在一起 Mana就等待這個時間喔 Mana因為要殺到清流不是那麼簡單喔 對 雙方不管是身材 還有這個 漂亮的第一邊 直接帶有地板 有機會在地板做TKO嗎 好 清流再一次地板中拳喔 哇他直接打到臉上了 是 非常非常危險喔 我們看Mana她也整個衝起來啊 哇再一次的抱雙腿摔喔 喔 哇 那個角力技術喔 是 把清流整個翻轉到地板 現在是Mana 反正在上面的位置喔 牙蜘蛛的清流 現在Mana想要先卡住這個位置的放喔 她並不想要整個 因為在這個南北的位置喔 對手是很容易脫逃的 對 而且這個位置非常難打擊地板拳喔 因為這個臉部的位置被對手手部擋到 哇喔 現在清流 用 雙腳夾住對方的 哇 這個逆三角喔 所以 成功呢 你夾了一個逆三角的位置 看有沒有機會做一項是 好深喔 在這逆三角的位置喔 她是主要做一些像手部的關節呢 沒錯 就算沒有成功也可以控制住對方的上肢喔 還有頭部的位置喔 讓上位選手很難施展招式 對 這對上位選手來講 是非常非常劣勢的位置喔 好前進去 要轉到 我們就十隻股 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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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